很多的朋友老是问谢尔兰的一个养护 今天从网上淘了一盆 因为我手上现在暂时没有 然后顺便给大家做个开箱评测 然后叨叨一下养护 这个是福建那边发过来的一个谢尔兰 它品种叫爱丽丝 有的话说品种 其实花的品种 很多的地方叫法都不一样 你知道吧 大部分的名字都是 孕育出来这个苗子以后 就是下起个名 有的是以人物命名 有的是以时间命名 有的是以地区命名 在那里 所以说咱们姐来打开给大家看看 这个叫什么样的爱丽丝的 下软了 你看我开过90%的一个福建的商家 发过来的话 都是这种很精致 就是那种南方人那种 给人感觉就是很细 不是很心细 很精致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装这个袋子可能是为了保湿 就是预防 后期呢这个水从里面渗出来把箱子破坏掉 很有心 然后呢 同样的是黑心棉 希望老板不黑心 开 迫不及待 真的我每次开箱啊 我一开到福建的这种 我就很激动 你知道吧 就是莫名的激动 嗯 有的话说老花姨你家不也卖花吗 你还这样开箱 我跟他说我这样开箱呢 一个是学习 还有一个是给花 让我们分享一些花卉的养货 因为手上没有 因为现在呢 咱们大部分都是网购花 所以说呢 我也去了解一下行情怎么样 不是从来不接受任何商家的充值 因为没必要啊 咱不缺那点钱说实话 你们真喜欢哪个花呢 你问我们后台 我们也会告诉你 也不藏着椰子 对吧 我们也不会曝光谁 所以说呢 你们不用担心好吧 我也是 就作为一个教材去使用的 嗯 嗯 Beautiful 满分的苗情 不过这个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像大家买南方的这种谢尔兰 咱们北方的花肉买回来以后 特别容易水大烂根 特别容易水大烂根 要跟花儿媒说的是什么呢 你像福建那边的这种谢尔兰 它有一个特点 它们基本上呢 都那边的空气湿度比较高 它们长出来的这个叶子 你看到吗 都是很这种饱满 很大 很 就是很 很水灵 但是到了咱们北方游 或者说进入咱们家庭里面 养的时候呢 空气湿度它就跟不上 慢慢的呢 这个水啊 就供的没那么足 很多花肉说 哇 我的蔫了 我要老浇水 哎 一吸就水大 一吸就烂根 所以说很多花肉都开始嗝了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啊 你看 它也送给咱们类似于这种小袋子 你可以晚上的时候稍微套一套 作为一个这种保湿 就是类似于这种感觉 做一个保湿 白天的时候打开 这个没事的 谢尔兰呢 喜欢光照 有几个点哈 就要跟大家说 它跟长寿花差不多 都是一个短日照之物 如果说很长的 强日照呢 会晒得它发很红 还有一个点 谢尔兰是一个典型的啃老族 它的根系 不会长得过分的很强壮很多 它但是在上面 它不停地开花 不停地生长 而它的根系不会很多 这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呢 母体的一个营养流失 就会抱筋 就是哎呀 很瘦了 就是饿得 就是皮包骨头的那种感觉 可能会是老外医 我那个怎么办 那怎么办 你也不施肥 典型的 又想马而跑 又想马而不吃肠 这种开花时期 长得比较旺的时期 花多多二号 等到它该浇水的时候 该用的 也要用上 像那种花盆过来以后呢 特别的密 特别特别的密 也顺便呢 跟大家说一些用途 用途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用一些腐质土 或者椰康土 好一点的会用一些泥碳土 而咱们呢 大多是分为两种大派系 一个是以南方为代表的这种 它们那边养花呢 咱们说了就空气速度大 长得快 长出来的很水量很大 也很便宜 这价格有意思 还有一种呢 就以北方为代表 就是用到的都是进口的泥碳土 很贵 长得呢 也很壮 它是长得就是 一看就是那种 很结实的那种感觉 但是不会像那种花苞那么多 那种就更好养 没有南方的看起来那么便宜 那么水灵 这是两种派系 你们南方的话 也好 北方的话也好 你要了解这两种的一个本质区别 好吧 其实讲下去 论起来的话 还是南方的便宜 因为长得快 人家那边比较成熟 人家养的比较早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入盆了 边入盆边叨到下面的养活 哎 就是选盆啊 嗯 给选盆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选择排水透气的 一定要选择排水透气的 我手里面拿到呢 是花博式的 七号树原盆 哎呦我们家有卖啊 嘿嘿 接下来咱们就是加入底土 哎 所有视频里面出现的东西 我们家都有嘛 嗯 用不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纯泥炭 接下来呢 我是准备加入一些底肥 那咱们现在呢 是一个很健康的花去入盆 这个时候可以加入一些底肥 可以拌土 很多话 老花一 你怎么老是垫底 不可以拌土吗 是可以拌土的 像一般的这种花了多 优质克力控制肥也好 也比较好的这种 每生土都可以放五到十克 它不至于烧花 你看我放那么细它没水 接下来呢 稍微拌一下 大家如果说种这种像多肉型的 或者是长树花的 或者是一些个比较肉质的根系 比较害怕积水 OK的呢 大家都可以像我一样 啊 用一个这种盆 作为一个塞子 简单的塞一下 你把下面的一个细的塞出来 细的塞出来之后呢 可以作为一个扦插 哎 因为它后期呢 怕积水 OK 咱们呢 就把这个放进去 花盆就不要贪大哈 花友们 循序渐进的来 一步一步的换 别懒 有的花友一次换了个很大的盆 出宝啊 大盆是用来养鱼的 养王八的 它不是你用来养花的 后面 一定要了解这个事 不要埋得太深 不要用太大的花盆 好了 那浇水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先不着急 因为咱们种下去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圆盆 还是比较潮湿的 可以隔两条浇水 好吧 然后呢 它现在长得比较水灵 如果说家里边空气湿度很干了 臭宝呢 还是说晚上的时候可以 做一个模拟类似的一个小大棚 就是可以套个袋子 晚上的时候保保湿 白天的时候打开 更加利于它开花和保湿 浇水呢 还是维持干湿循环 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后期呢 还有一些个养护的点 等下回的时候再给大家分享吧 那最后呢 给它评个分啊 23块8 这个苗晴 满分的苗晴 价格呢 中规中矩 总体得分呢 接近于满分的一个蟹转栏了 很不错啊 爱丽丝 我老花一 两花就在一 干了